投一条开讲 我们要充百万订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 赶快订阅起来 我们一般估计 这个无人潜见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那无人潜见很难 我们看到水下 这个水下的那种 小型的那种侦测器 那么这个是比较容易 但是你要很大型的无人潜见 它的难度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 因为它是无人潜见的话 它是要是经过遥控的 那我们通常在这个空气中 它的阻力跟这个媒体的传达 它的那个破坏性比较低 所以我们通常在遥控的时候 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对无人机 就比较容易遥控 甚至对太空船 对飞船 在太空对接的时候 甚至都可以用地面上来做遥控 可是水底下的时候 由于它有水质 水质有时候它有温度的问题 还有就是弦度都不一样 还有水质的比重也都不一样 因此你在透过水底下去传导 去控制那个潜见的航行 它的难度就很高 目前来讲为什么很多的这些 科技发展很先进的国家 都在研发这种无人的这个潜见 因为它如果研发成功出无人的潜见的时候 第一个它因为不用载人 不用载人的话 它里面就是一个武器弹 也就是我们原本因为要载人 所以它要有很大的人类的生存的空间 在里面 要有空气 然后要有这个人的生存空间在里面 还有人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它等等的这些空间 你又要保护它的安全的情形下 你想想看它的潜见就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那越做越大的时候 刚刚正要有讲 你越做越大的时候你的主力 因为你的推进力就要越强 你推进力越强的时候 你的噪音可能就会越大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人都不在里面了 它纯粹就是一个机器 都是一个作战机器 所以这个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它里面没有人 它应该是我估计应该是没有人的 它这种无人潜见 那我再强调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它的难是因为 你想想看如果说它 假设它潜入海里面了 然后已经在几百公里外走 你如何去摇杆它 我们在太空可以的 太空因为我们中间的那个 我们的摇杆的那个讯号的阻力很低 可是水里面的话它的 那无人潜见也可以发射鱼雷跟飞弹 可以 所以它现在目前 那做到这个程度就 所以现在大家在努力攻的 就是美国也是很努力在攻破这一点 那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常常 例如说大陆常常的渔民捞到 美国很棒的那些探测器 可是你看都小小的 小小的 然后它必须要由 这个近距离的去操控 有的是用有线 用一条线拉的去控制它 那有的就是在 它能够掌控的这个距离范围内 可是你如果说 我今天要放一个潜见 跑了上百公里 然后甚至到这个上千公里远 那你看你要怎么去控制它 这个很难很难 那目前来讲 各国都在做这个实验 所以它会被拍到 它在做水面的实验的时候 水面的键比较容易 我们再强调 水面键你的控制比较容易 可是一旦潜下水里面的时候 你看我们连水里面的通讯都很难 我们在水里下跟地面上的通讯 它都比较困难 那同样的道理 你要透过这种通讯 你要去控制这个潜见 它的难度确实是很高 目前来讲各国 尤其是越先进的国家 谁突破谁就是 科技上最先进的国家 这个美国没有 美国也在做 没有到这个程度 我补充个资料 2019美国海军订购 四艘杀人金 5人潜艇 可是只有15公尺 对 很短 所以我说你这个到50公尺 50公尺很长 50公尺很长 对啊 那这可能是部署在哪里 那中国也在2019 被人家发现有一艘 HSU-001无人潜艇 那那个时候只有5公尺 5公尺 这个多一个零 对 所以就说50公尺 这个很惊人 它可以在南海这个地方 捕捉你的核动力潜艇 或是捕捉你的水面潜艇 哦 那就美军啊 美军有核动力潜艇啊 对 所以它是一个 一个可以 因为大陆的船哦 它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噪音比较大 而这种潜艇它的噪音就很低 然后你的雷达的 就是你的声纳啦 声纳你的反射截面很低 所以你要捕捉它就很难 老师那对不对 那这个美国现在呢 你看它有这个 维吉尼亚籍最新攻击潜艇 可是那是人啊 那是人操作的 对 不过现在呢 很贵啊 很贵 对 我看一下它这个资料 你看它说完成第一次的海 是58到62亿耶 很贵 这个大概是现在的两倍价钱耶 而且可能等到造出来 还会再更贵 还会再更贵 一般来讲都会更贵 因为它物价会波动 是的 人事的经费也会波动 所以会更贵 你看我们看到美国它的无人战机 当初的设计 例如说它是八千万美元 或是七千万美元 到最后的时候变成上亿 它就是因为它的 一方面是量产的问题 然后二方面就是因为 它会谁的物料啊 上次在南海撞到了那个海狼级的 那个只有三艘嘛 一艘35亿 这个要58亿 对啊 将近 那已经很先进了 对啊 对啊 差很多 所以美国这个三军花钱真是可怕 太可怕了 这样子好钱 都已经悲债悲30兆了 然后继续这样花 哇 哪来的钱呢 然后偏偏你看拜登 还在提什么 忽然提到特斯拉了 各位 本来他说我们美国发展电动车 他绝口不提特斯拉 办活动的时候也不找马斯克 Elon Musk 也不找他 然后现在呢 又说美国制造卷土重来 而且提特斯拉了耶 他怎么转念了呢 这个介大使 拜登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特斯拉的老板已经指明攻击 那个拜登好几次了 而且他骂的蛮凶的 那他这个他就说这个你看啊 他这个攻击拜登啊 是人形的丝袜子木偶 然后他还说啊 这个拜登 丝袜子 就袜子丝掉了的木偶 丝袜子的木偶 这是对拜登一种非常贬义之词 他还骂拜登说 拜登像对待撒锅一样 对待美国公众 对所以我觉得 美国的政治人物 事实上是可以跟这些 这些所谓的社会上的这些 有影响力的人是可以对干 没有问题 那问题就是说 拜登现在自己处境那么差 对然后他马上又要其中选举 像马斯克是美国人 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他不要说他在国际上 享用极高生活 在美国崇拜他的人 大有人在啊 这种人政治人物 去跟他为敌 除非你把他的这个特斯拉 你把工厂打垮 你用政治的手腕 就恶整特斯拉 那你行吗 也不见得行啊 对他他顽良纳税 对不对 他这个都按照你法令来 那你能这样子公然的整他吗 对不对 而且他有他的反击能力 他今天也可以跟川普一样 推特一下的话 你这些政治人物 搞不好就必须丢到多少条 这个叫人形的丝袜子木 原来还有图啦 有图有真相 你怎么那么厉害找到这个图 所以事实上现在的这种 现在这个时代 这种社会的宠儿 事实上政治人物也最好不要去惹他 尤其在美国这种社会 这种社会 所以我觉得拜登大概是他的政治顾问 跟他讲了一下说 你现在跟马斯克这样斗 他再讲你几下话 你的票都跑光了 而且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在Made in China 那他现在拜登是要Made in USA 那个拜登事实上他今天讲这个话 不是完全善意哦 他说只要是属于汽车 美国汽车工会就AUW啦 汽车工会成员制造的电动车 那美国政府给予信用补贴 特斯拉就是没有参加 那AUW是民主党的大票仓 所以他事实上就是帮 站在GM的角度通用汽车 在向他喊话 所以你若要得到补贴 你就加入汽车工会 不然你得不到补贴的 就是这意思 因为特斯拉不准他的员工成立工会 这一点是 这是特斯拉 可是法律上是允许的 也合法 美国是自愿 没有一定要 所以这一场 我觉得这一场 就是说马斯克跟拜登之间的这种斗法 我倒是会奉劝拜登 不要出手太急 要不然影响到他的选情 而且他现在事实上 他现在已经是 已经快四面楚歌了 最好减少树底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资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 分享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